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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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眼高出出文体鸟 谈起中国电影两岸总是富裕而同的 发出了一些不幸感慨的唏嘘声 但如果电影和他的后裔电视 不能还他原来的面目 是为社会公共资产 而常常要为有关单位做付 恐怕往后他还得继续唏嘘不已 也寄予许多站在摄影机后面的同业朱青好友 在树造无数明星被崇拜之后 也能让我们自己受尊敬 大千一路 大千一路 东北吉林省的东南部 一条灵光闪烁的巨龙横卧在中韩国界上 两个国家各分东西而共享他的威严 他又发源了两条大学 一条图门江北上 一条鸭绿江南下 串成了一道有山有水的界限 作为两国的天然边界 它名叫长白山 是一座高大的火山追铁 那是亿万年前的故事 地球的造陆运动 逼退了东北的汪洋 而揭开了长白山的一时虚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中韩两国的屏风也好 是障碍也好 反正他已经占地为王上亿年了 然而 并不是亿万年前 他就已经叫长白 周勤以前 他叫布威山 汉卫叫盖马大山 南北朝叫太皇山 辽京以后才叫长白山 满足于说来绕口 叫做果勒敏三言阿雷 至于韩语怎么念 因为资料取得困难 当然取得也未必会念 在此姑且省略 长白山虽然本质上是座火山 但个性还算温和 拥有美丽的外在和丰富的内涵 因而也乐得让人清静 从文字的记载来看 在近代四个世纪里 他总共也不过爆发三次 而最近的一次是1702年的四月 至今已经有288年 十十年来 他一直都是心平气和 否则长白山发火 万一山摇地动 图门压力 两江改道 无论是往中国靠 或者是往北韩发展 只怕中韩两国 还有土地就算 炒个没完没了 炒个没完 冬天时候冰雪风冬 长白山瑞雪纷飞 远看活像一个老僧入定的白头老 一旦到了春南花开 长白山一改严肃冷酷的表情 一时也是高山清 见水来 绿水常围绕青山传 伐木彩森 啃大空的人选 就像是往年的春天 又成群皆对地回到大山里 采发长白的林木药材 习惯不改 只在满清皇室 在历史中 值得一满的那些年 稍微收敛了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满清皇室爱心九罗家族 从东北来 祖先的发祥地正是长白山 因此在家族当道的那些年 曾经把它封为境地 一般老百姓当然不敢违逆枉法 深怕轻者遣返 重则杀头 而遣返偶尔也滋生意外 人算不如天算 祸福难断 长白婴儿沉寂了一段期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的人带着笔墨上闪 有人赞扬他 千年积雪万年松 至上人间第一火 有人更大费周章地 为他写了长长的事故 微微作战在辽动 费尽丹青化未功 藏寺银河堆地上 曾经天女在地上 天女在哪里 就在长白山的顶块 在悠悠静静地 白头挽挽住 尽管 地下 恢复 曾经听说在白头的山边 住着一位含羞戴雀的仙女 她以云雾遮面 似乎玉环袖 她以山峰作为罗杖 又似乎玉莹环绝 据反复数则与千里之外 而她身旁有十六座山口 像是护卫童贞的勇士 抵挡凡臣的情妖 高初不胜 她却住在两千一百九十四公尺的高处 重力寻她千百度 忽然她却浮现在人们惊恶的眼神中 传说古早以前 天池上通天河夏连海底 一个夏天的早晨 火红的太阳刚刚升起 只见南天们呼闪一亮 云端飘下来一个穿红挂绿的姑娘 正是天上的九天仙女 仙女来到天池边 正想拖一洗澡 却听见鸟儿唧唧喳喳喳的曲笑 仙女脸一红 便轻轻地将怀里掏出一条白手绢 变成缠绕的云部 围住了山头 仙女这才退去衣裳 滑进了天池 但雪消冰适后 群风仍然向白头 天池处处可怜 依稀还在等待仙女家团 传说躲在云雾中 而天池小孤独处 就躲在长白山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池》是在长白山上的一个火山湖 那么在中国我们称为这个龙王坛 那么它的周围大概是一万一千三百公尺 它最深的地方是三百多公尺 那么这座长白山就是在这个朝鲜的这个 咸镜别道 也就是北韩的这个咸镜别道 跟我们的东北相临接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在东方世界中啊 历史最为悠久 而就成为一个信仰的对象的一个名山 那么在这个韩国的这个神话中啊 恒雄的这个神势啊 就是住这个地方 那么在历史上 像唐靖朝鲜 像福瑜 像这个高基礼 渤海 金 东征 满清的这个发祥地啊 都跟这座山有关系 那么因此呢 两国的这个人民啊 也有很多人都住在这个地方 坚持站在中韩边界上 一边中国 一边 两个在政治上相依为命的社会主义国家 却在长白山上表现得亲兄弟名算账 既为风鸣而资助计较 天池流荡而出的水 孕育出图门和鸭路两条大脚 滔滔经水 有美丽的传说 更有一些永远争执不休的边界故事 请问一下这就是边界线 这条就是边界线 中朝两国的分界线 那边就是北朝鲜 这边就是朝鲜名字是人民共和国 哦 北朝鲜 对对对 像这样 像一个洞一个洞的这都是什么 这个一个洞洞都是当年看美元桥的时候 美国的飞机 轰炸的 哦 都是那个高速机枪 对对 飞机枪 各个高速机枪打的 哦 是是是 嗯 这个桥一共多长 这个桥是不到一千米 不到一千米 也就是说 接近这个一公里 这半边是我们我们造的 这半边整个你这个桥呢 是日本 1940年 来开始动工 1943年呢 关工了 那个断桥是怎么回事 这个断桥是当年的抗免朝的时候 美国的飞机 美国的飞机 给打断 哦 飞机枪战 对 谢谢 哈 没关系 韩战的这个发生啊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在这个阿州世界大战以后 南北韩分北被这个美苏两国派进占领 那么占领本来这个是一个政治性的这个占领 并不准备做一个长期的这个占领 但是后来这个美军开始从这个朝鲜半岛从南韩撤退 以后这个北韩在这种中共跟苏联的鼓励之下 就发兵啊 南清 二次大战 以一条北纬38部线化开了南北韩 原来应该已经结束的战雪 却从此隔着这一条火线缠绵匪测 时而有个炒个没完的冷战 时而有爆发热战的可能 那年抗美援朝的旗帜一挥 一支号称自愿军的中国部队 便远远开过了亚洛江 把生命和热血都送上了异国的战场 不能因为中国打一场韩战 打一场韩战的那种胜利 就以为中国已经强大 这是很错误的很错误的观念 我们知道当时实际上我们说 这个那个时候的环境 比如说有整个国际共产集团 对抗国际民主集团 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实际上背后有强大的 苏联军事的这种军事的支持在里面 包括说他们武器的资源 包括军事工业的支持 甚至于战争经验的支持 那毫无理对中国是影响很大的 所以不能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内战中 取得重大胜利 或韩战取得重大胜利 在那个时代的军事上的胜利 就以为中国已经强大 那是很错误的认识 假如中国真的像毛泽东那种想法这样 闭关之所到现在 或再过五十年 那中国是真的可能是世界上最激弱的国家 这一战影响了美国的战略观点 也影响了两岸中国 也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这一战 也打出了彭德怀如日中天的战将绅士 却也躺下了不知多少中国的子弟 包括毛泽东的儿子 据说后来彭德怀在文德被斗 和这件事还有一层隐悦的牵连 捐躯的战士 静静躺在边境的泥土堆里 只有经常还隐隐作痛的记忆 而不见来这里上坟的鲜花 这里是离家很远的时间 那年延然是大哥的苏联人 如今已经解体 而一直屈居为小弟的北韩 却一直还奉行着最初的主意 不屈不扰 近代亚洲变色的风味 都在这社会主义三兄弟 眼见三江山川风貌 耳听三国鸡鸣狗拳 早年来到中国境内的朝鲜族人 仍旧保持着老家的作风 相依相畏在边界不远的村子 而依旧维系着白衣民族的色彩 和显然很韩国的群调 这些是这个算是白衣 这是白衣 这是白衣 白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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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当年满清皇室在这里化为境地 为了维护祖居地的崇高自尊 尽致开坎也尽致砍伐狩猎 然而进驻了山海关外不安一世的汉人 却有一些朝鲜族人静悄悄地 而渡过了鸭绿江 图门江 移民到这皇清国旗最后的圣地 从此落地深宫 成为后来才被中国政府认定的少数民族职业 时光已经过了三百年 三百年的边境岁月 其实也有三百年诉说不尽的悲欢 边境有边境的沧桑 而移民有移民的苦衷 当年渡江而来的祖先 在这里留下了朝鲜族的异乡家园 而今隔着大山大水 回望着一江之隔的故居老家 每当两地风吹草动 总是一股矛盾的滋味在心头 哪里才是心灵可以寄托的地方 哪里才是落叶归根的土壤 老家不远 回头的路 却很长 边境的城镇都不大 却是祖先三代早已经土清人心的地方 边境的两边维系着一股香火铜源的血脉 长白山下有一叶沧桑的移民碎米 一切看来似乎是苦经甘来的景象 其实 掩藏不住朝鲜择人内心的记得 不是因为长白 也不是因为图门压路两江 而是因为历史中间那个纠缠不清的界限 那个剪不断你还乱的东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兄弟之邂 忠实盟友 以倩有善的称呼 都在不友善的结局下 画下了句号 可以没有政治性的关系 跟台湾商业界 科学界 文化界 可以有一般的正常关系 就是我想我们中国 北京方面 会有一点 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 愿意发展在台湾 这样的结束 这样的表情 这样的关系 握手代表一种结束 也可能是一种开始 可能是感谢 也可能是道歉 但是时间是走马换将 早已经不是握手 可以了然一切的了 握手就如同拍手 手心碰手心的同时 真正的心意 总是让人看不见 每一种序幕的开始 总会惹来一些人家的欢喜 一些人家的落魄 而每一种关系的开始 也总会有一些人家得意 有一些人家失忆 正刚1992年的8月24号 中华民国驻韩大使馆 行过了最后一次将棋典礼 正是结束了中韩之间 43年坚持的友谊 南韩官员这么得意的 和中共官员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把门点的另外一方 那个长期与中共称兄道弟的北韩 却正笼罩在一股 酸不溜丢的落寞气氛之中 虽然不能说是晴天霹雳 但总是难免一种伤怀 眼看着当年并肩作战的同志 另结新欢 而新欢偏偏是那个 与自己格格不入的同胞手足 那个隔着38度线 各立门户的分家兄弟 我想我们从这个 这个中共苏联 以及这个民主国家 这个关系的这个解冻 东欧国家的这个变局 这些个因素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一点 就是说整个世界上 对过去所重视的这种艺术形态 再也不重视 大家所重视的是一个经济的生活 经济的这种发展 那么因此我们现在 就凭着这个我们的这个经济实力 跟大陆进行这个经贸的这种关系的这个发展 那么大陆现在也深知 要安定他的这种这个统治权 他必须要发动 这个发展这个经济 那么他要发展经济 发展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想他必须要改变他的政治 我觉得他没有办法超越一定的这种限度 那么这个问题不但在中共是这样子 在北韩也这样子 在旧苏联也这样子 所以我想未来的整个世界 对这个发展的情绪 就是大家更重视这个经贸关系 以前是远来的和尚贵念经 现在是有钱的大爷 好办事 经济挂帅的时代 钞票打破了既有的一切界限 笑容了既有的一切立场 当然也纠结成许多新的关系 编织出许多新的格局 但是对住在岩边有中国人身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国的马路住的是中国的土地 吃的却是朝鲜传统的风味 心里更是一丝朝鲜故乡的情节 而情节也早在他们祖先杜江来到这里之后的上百年 变成了这群朝鲜移民后代的另一种传统 火辣辣的脾气还在 但已经有了一层异乡的情调 回首来时路 可总是尽相情缺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没有风平浪静的世界 也没有无风也无情的路途 朝鲜族人只想知道 祖国是否无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图门江蜿蜒着腰身 缠绕着中韩的边境 从长白山端端而下 一路直奔向俄罗斯的国界 边境有肃杀冷静的空气 弥漫在两个总是连不在一起的土地 隔着图门江大桥 一边是中国 一边是北韩 同种同源 却拿着不同身份的朝鲜族人 便隔着这一条江 遥遥地向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平靠着两岸 两岸都有家 江水便是一条滚滚而动的门槛 在没有江水的陆地上 隔着一条长长的铁丝网 铁丝网这是一条可望不可及的围墙 这里已经来到了中苏韩三国的编曲 远亲不如近邻 三个比邻而居的国家 曾经也是三个最坚征不移的盟友 三个最贯彻始终的社会主义信徒 但是从今何时老大已经解体了 老二改革开放了 只有老三却仿佛形单影之 孤傲地还挺立在阵线上 只有雪地还是雪地 天空还是天空 年代国oubl全市 封军 土俩 terminar 突然随时 早一点 泥 海湾 辐clare 我比安全 這個美日南北韓中共所有的這種關係 在這個地方發展一個經濟的特區 那麼它呢可以從地理位置的這個方便 提供這個工業的產品給中國大陸的這個東北 給這個蘇聯的這種這個遠東地區 給這個東歐國家 給北韓 它大概整個計畫是這樣子 當然這個計畫因為這個一個工業區的這個發展 有它很多的附帶的條件 比如說電力的問題交通的問題 這個投資環境的問題等等 那麼這些個問題啊如果能夠順利解決 當然將來這個這個特區的這個發展 我想可以有它的這種發展的這個潛力 我對這個地區發展我認為是很有前途的 現在這個方面我們也準備積極的開展這個地區 這個地區現在都在很關注這個問題 很關注這個問題我們在這個地區作為一個開發區 我認為是很有前途的 蘇聯广大的土地�經滄桑的東北 曾经只是躲在历史的角落 曾经一度是世人已经遗忘的地方 而曾经也是风云集会的舞台 曾经也是移民的天堂 战火连天的时候 他活得比谁都艰难 战古延期以后 他却活得比谁都强热 而在地主一片经济改革开放声中 东北的春天似乎围棋不远了 他等待开发 他也有被开发的条件 当然永远的白山黑水 不必变成永远的战场 而六国联合开发计划 不是一个短暂的土地招租的广告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松江路啊 你知道为什么叫松江路 松江路 不知道 这个我就都不太懂 松花江在什么地方 在新南省吧 走在热热闹闹的台北市街头里 一眼望去许多似曾相识的路标街面 这个繁华的已经有点过渡的大城市 竟然隐藏着如此浓厚的练就情点 也颇让人叹为观止 从路名看台北市 他倒挺有气象山河的豪壮气感 你对我们台北这条吉林路的感觉 印象怎么样 春花荣啊花花四季 色情行业太多了 松花江水 宛如一条绿色的飘带 横观吉林市 名副七十的松江路 如假包换的吉林大街 乍看平静地躺在长白山脚下的松苗平原上 地名似乎从不曾有过所谓的版圈所有 但是 珍重的版本 地理上就这么一个 身处于清朝发祥的东北 不难推断 吉林其实就是满族语言的义音 原名吉林乌拉 也就是岩江的意思 这个江 并是松花江 而清朝顺治皇帝的时代 为了防止北方的大敌俄罗斯 曾经在这里打造战船 因此吉林也被称之为船厂 总之吉林不缺山光 更不缺水色 建成三百二十年 它之所以繁荣 之所以发展 要工业有工业 要观光有观光 就凭这个丰富的水资源 在城外四十里路 吉林人拦下了松花江 造就了一座丰满水库和松花火 工业和观光两相坚固 更是这其中的典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摇摇四百余里的湖面 上窄下宽 而随着迂回驱着大青山 龙潭山 尽情地伸展着自己的腰身 而形成了一座 凤子卓越的高深瓶湖 山的奇特 水的宁静 沿映着绿埃雪辣 深光水色的松花湖迎来送往 其实也是一片繁忙的景象 高居立原来是西汉时期设在东北吉林一带的县面 汉原地时代有个叫朱猛的人 在高居立建国 从此纷纷扰扰 打打闹闹 延续了高居立在白山黑水之间将近四百年王朝岁月 王朝其实不大 事情却远了不少 而今在松花湖畔的龙潭山腰 还留着高居立期间建筑的山城遗址 断延藏壁之间 依稀可变的 有一处当初被称之为水牢的蓄水池 和一处囤积军靴 当初被称之为汉牢的地窖 但是 来来往往的人真正关心的 却是此地盛川角龙的传说 龙潭山据说也就是因为这个传说而被命令 在古的时候 龙潭山的方圆多少里 这个地方经常出现水灾 闹水灾 这时候有一次又发大水了 发大水的时候 有一个燕子受伤落到水里头了 这时候有个老夫妻俩发现这个燕子受伤了 就是心肠特别好 就把这燕子就给带回家去了 带回家养了一段时间 这个燕子这个伤养好了 他就挺感激这个老夫老夫老妻的 就老夫妻吧 就是说是呢 我要上就是南海啊 是什么地方去练武 等我回来之后呢 这个为乡亲们就是除掉这条猎龙 就是发大水 就是这个龙造成的 这个几世这个龙潭宴到南海去学武艺 几世去了十几年 就是武啊 其实都学完了 回来了 回来之后呢 就把这条猎龙啊 就给砸了 砸了之后 就给放到这个龙潭里面 那边还有个铁链子 就把那龙潭锁到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水牢就底下了 不让他再继续这个 行妖作怪 从此以后呢 这龙潭山这方圆 多少里的这个 这平民百姓吧 都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蓝胜绝顶南天门 脚踏行云万马奔 龙潭山 犹如一座马鞍形的屏障 横卧在吉林市的东标 山的最高峰 属称南天门 海拔不到四百公尺 缩起来也不算太高 但坐落在一望无际的松辽平原上 鹤立鸡群 它却是吉林市区最高点 当初高距离在这里建成 也正因为它居高临下 一手难过 离开了吉林市区 一切似乎还维持在百来年前的老样子 老百姓依旧是早出晚归 老红牛仍然是无怨无悔 这里因为是清朝的发祥地 曾经是满族独占的进去 不设行圣 而设吉林将军管辖区 当时为了统一称谓与写法 即为迷恋于汉文汉字的清圣主康熙皇帝 在就位的第二十四年 下令通称吉林 从此吉林才成为清廷法定的称谓 一直沿用到今天 岁月已过了三百年 日出日落依旧 谁知道却已在台北街头 有了分号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景物依旧 人是一飞 短短两句八个字 最能道破历史的风流 和过眼的繁华 当繁华落界 连烟城灰飞也所剩无几 而前人走过的成败之路 后人显然并没有从教训里学得聪明 仍然在买手跟进 仍然还在世间成败之中 一步一驱跌跌撞撞 昨日的王朝 今日的断言 一切都只在光阴流逝过后 徒留一些历史的点缀而已 吉林 越来越显得忙碌 松花江拜 越来越显得繁华 但是 世间庸碌极力的匆忙 所谓何来 忙着把松花江的美丽 积极地推向黑色的烟囱 还是急着把白山脚下的悠险 推进永不停歇的工业滚轮 此后 松花江边再也没有传说的角落 松苗平原再也没有旧日的清新了 新际社会将会创造一些数字的神话 取代这一切 只怕流过吉林的松花江 变成另一条流过台北的 基隆河 而两个永远相望不相见的城市 却长得越来越神似了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 大海就是我渡乡 海面是路上 海面是路上 海风水 海浪流 岁花漂亮 四手 大人的大海 是我守护一旁 白光水 海南流 随我飘游四方